今天是收到的大日子 大日子 大日子 買了房子 先做一個長旅 簡單說一說 由交給你開始 門口一進來 左邊已經有一個櫃 這個櫃其實是三個櫃 再來一邊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當然會有蒸焗爐 還有垃圾桶 然後當然是衣機 上面是電磁爐 其實這裡是我們的廳 之後就交給我 這裡當然是雪櫃 看看是否有辣味的雪櫃 不是的,挺大的 也有你的身高 還有上下兩層 挺好的 可以裝很多東西 還有雪櫃 上面是一些儲物空間 上面不是讓我開放的 因為我們是專用的 第二次看看我們現在的房間 嘩 這裡就是房間 嘩 真 這個應該可以放到五呎的大床 是 好,我們走一點 平常呢 廁所就走 廁所就讓我來 好,進來看看 嘩,很有酒店的感覺 這裡就是浴缸 我們的House Tour 暫時都超人的 今天,收留的題目 我們要做什麼呢? 沒錯,let's go 好,兩慶祝 雞有雞味 魚有魚味 牛有牛味 蝦有蝦味 你今天吃了什麼味? 又來開餐了 大家好,我是阿肥 我是阿愛 今天是一個大日子 是 大家看片段好像是有什麼事情 當然要慶祝一下 我們今天去了哪裡? 魚心廣場裡的魚心酒店 我們吃這個自助晚餐 對啦 那開始看我們影片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訂閱家裡的鐘仔 那我們到新年的時候 大家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我們一起吃飯了 我們昨天晚上會結束 到家裡 要怎麼可能 我們起床 會不會 的 要個人 可以 然後 我們 有人 我們 思要 其實我們之前都已經來過一次 那時候就是拍這個午餐 但午餐也有些飲料都不錯 有些滋裝汽水 反而晚餐我看到有啤酒喝 試試海鮮類的食材 我先試蝦的食材 我也試試麵包蟹 幸好它拿的時候還有蟹膏 我看到蟹膏也不錯 好像有些奶油和實力 我先試一試 蝦都爽口 剛才你喝的時候的殼是否軟 有點軟 先試鮑魚 這是清酒煮鮑魚 鮑魚的膏也不錯 我發現它是蠻甘香 而且我喜歡奶油和膏 鮑魚不算是很軟 有少許酒味,但不濃 如果我不太喜歡這個清酒煮鮑魚 好像沒有味道 我先試一試長腳蟹 腳蟹也算肥美 而且我喜歡海水味 不太鹹 OK的 大家看我的片段都知道 今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大家以為我們拍了三四年youtube 還要靠我們 嘩,成功上車 那事實是嗎 其實當然不是 最多是靠我們 一直以來大家的積蓄 而存回來的 其實單單靠我們幾年的youtube 收入 根本就不可能買得到 可能有人以為youtube沒有成本 youtube的成本也不少 其實以我們現在的訂閱數 所以其實暫時仍然要再努力中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再喝一個湯 我就喝這個中湯 阿肥,這個是什麼湯? 蟲草裸頭赤肉湯 這個是海鮮粥大幾點湯 OK的,它不算很濃味 但我反而覺得這個幾點 水水的 水水的? 對 我覺得還不錯 比較有趣的是 旁邊有魚仔餅 平時都是薄脆 這麼有魚仔餅 這是第一次見 我吃一下西式的冷盤 先試一下煙三文魚 想說一說 這裏的魚生 我覺得它切得稍微比較精緻 平時我們都會是一些厚切 但這裏的三文魚 可以叫粗來形容 因為它是成形一個條狀 所以它叫粗條 對,粗條 我這個煙三文魚 煙三文魚是有的 但咸咸香味比較缺乏 三文魚都算多油脂 我想試一下這個 這裏的小粒 外表我真的覺得很一般 其實它是油甘魚 很輕輕,有一點腥 放進去,很一般的咸咸味 試完這個是生辣魚 很普通通 魚生來說,我覺得質素就是一般 比較好一點就是三文魚 吃一些稍微可以回館的貨式 這裏會有鴨光 它其實都不停燒 不過我看到它燒出來 就會比較薄 這裏的鴨餅挺薄的 不過我一醬有點多 沒什麼海鮮的味道 鴨光都尚算甘香的 很特別,有燒一長腳蟹 對,還有燒一長腳蟹 對,還有燒一長腳蟹 對,試試一長腳蟹 那我試試肉類 這個是羊架 等不到很軟 有一點洋鬆味 然後它是淡淡肉 它不是很粗 這長腳蟹的肉質 我覺得有點黏 但我覺得它的鹹香味 調味得不錯 而且這個燒烤的香味 挺好吃 吃冬的,味道表面不同 是不錯的 這是燒的扇貝 其實它本身已經煮熟了 煮一長腳蟹 再把它燒熱 扇貝上面 也有少許薯蓉 味道上也不錯 我最喜歡它 它的芝士味很濃 如果煮它的肉質 雖然不算很厚 也不硬 剛剛好 OK的 還有一樣東西 不是在酒店都可以吃 對 不過它出來的麻醬就差一點 碎粒 切得比較薄 因為它是威廉和牛 這個酥皮就碎了 這個酥皮挺香的 如果變成牛肉質 我覺得都算軟 不硬 有牛的味道 好,先嘗嘗牛排 它都是煎牛排 不鐵板煎 不過看起來 有點像中式牛柳 挺軟的 有牛味的 這個雞肉醇燒 上面有些醬汁 大面酸多 最大問題是肉質 很粗 這是和牛排 擦擦鍋 我先嘗嘗 這個鍋 它已經有爐 它會幫我們煮的 要一份 我看它都給了幾多塊 也有四五塊 試一試 叉燒也不錯 半肥瘦 甜甜的 雖然沒有焦 但瘦不算粗 一種和牛 就不是入口即溶 那一種 上次在某間店 專門吃一些 什麼 飛驼牛 同樣是兩樣 這個 就像是我們平日打火鍋 吃得好一點點 牛 它不是入口即化 剛剛我出去看 有魚豬 打了第二次 打算夾的時候 已經沒有了 就變成醬茶鴨 嘗嘗嘗嘗 有茶味的 它的皮 都脆 但剛剛夾了兩塊 就沒有肉 就算有少許肉 都比較乾 這個就沒有生蠔 但它就有焗蠔 而且它是芝士焗蠔 這個焗蠔很細 對 蠔的肉很細 我看過好像有菠菜 芝士 有菠菜味 也有芝士味 不過我覺得蠔味不夠香 芝士常常在深圳吃的那間叫蠔油 有蒸蠔 有焗蠔 那些蠔也有很多 因為都是那間主要吃海鮮 對 好 試一下印度食物 有我最喜歡吃的脆脆 旁邊也有咖喱 咖喱相對少一點 也挺脆的 鹽的就是牛油咖喱雞 咖喱的甜點不是很辣 好 我們來甜品時間了 一來到已經吸引著我 就是這個 卡琴大斯的朱古力糕 裡面有一個木茶味 很久沒有吃過 那我先試一下這個朱古力糕 剛剛突然有人敲了音樂 我以為有什麼特別的甜點 原來是這個朱古力糕 看起來沒什麼特別 不過其實是流心 餅底是挺鬆化的 而朱古力糕是熱的 變得挺香的 朱古力糕又不會太甜 苦苦的 挺香的 我覺得這個朱古力糕 原來這個朱古力糕很豐富 通常朱古力糕只有黑朱古力噴出來 因為有兩個白朱和黑朱古力都有 甘筍有肉桂味 而且裡面有些蘋果還是柚子的東西 挺好吃的 另外試一下這個 有一個原味的奶油桂味 但這裡是有朱古力的奶油桂味 當然它不是即場燒的 它已經是燒好放在這裡 比較生氣 我覺得朱古力的一個差 是真的好吃一點 這個芝麻不算太甜 但也不算水 也有一點稠稠的感覺 不算好差 最後我們再分享多一點 很多人會問我們一個問題 咦?你們是不是正式的Youtuber 其實我們真的不是存在 我們平時一至五個月要9至六上班 甚至有些時候還要OT到7至8點 我們回到家 可能普遍是吃羊飯看電視 其實我們是要剪片的 剪2個小時可能已經1至2點 12點了 還不分 剪片 剪片?明天先 明天不行 要趕著出片 為何要趕著出片 我們逢星期二五出片 咦?要這麼自律嗎? 當然 當然 不過為了我們的夢想也會繼續努力 我們會繼續堅持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其實我們這段影片還未完 我們明天早上會驗流 我們也是第一次 我們都運到驗流師幫我們驗流 就會拍些花絲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看完這段影片有些問題 我們是在接下來的直播 大家可以在直播上問我們 所以大家記得留意我們iTunes Facebook 我們所有的直播都會先在不同的社交平台 和大家先說 說得這麼久 其實也要說說今餐是多少錢 我們就是在魚森酒店的COOCOOCOO買 600字的優惠 所以每位成人是575.6 而獎者是497.6 這就是週末,即是星期六的價錢 不過也想說一說 其實它不定期出了不同的優惠 例如有買二送二,買一送一的優惠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吃的話 記得留意在各大平台裏面的Discount 我們就600字之後的價錢 即是570多元 做一個推介指數 阿肥推介指數3分 2分 好,我們推介指數的總數是5分 我給3分的原因就是 第一,以600字的價錢來説 即是570多元來說 我覺得食物本身都算OK 最重要是飲品的功夫 有啤酒、滋裝可樂、果汁、咖啡 還有海鮮也算是有的 有麵包蟹、牆蟹、牆蟹 甚至牆蟹都有燒的食物 不過沒有龍蟹 是的 另外還有一些焗蠔 我主要的分數是放在椰飲 因為現時很多時候自助餐都沒有 晚餐的自助餐都沒有飲 加上用滋裝的飲品 但食物的款式不太適合我本身的口味 加上我這裏的魚生又不是太吸引 本期的影片差不多了 對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食物質素可升可降 甚至突然毫無質素可言 所以大家記得應付自己承受風險的美食 本期的影片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還想看多點關於香港酒店自在餐的影片 記得讚好分量 最重要的是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我們的最新動態 記得留意我們的IG、Facebook和WhatsApp 所有的鈴鐺都要放在下面 我們同星期二晚上10點準時開餐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噢不是 不要走開了 是 我們快速傳去編入 Let's go 剛剛師傅已經上來了 他一開始都會試一試水 所以剛才剛才正在試開放式廚房的 升盤上的水和頭的水 都要貼上這個鈴鐺 然後收拾它 暫時是小問題 師傅幫我用這個水槍 檢查一下我們有沒有這個滲漏的情況 避免 總體而言是有一份呢? 其實我個人意見 起碼是80多分 因為這些全部是眼見的問題 全部都是很容易解決的 全部都是很容易解決的 好 我沒有解決過